大家午安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预计将会对台湾造成相当明显的冲击 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慎防台风所带来的强风以及剧烈豪雨的影响 我们先看到今天下午5点 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台湾东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一段时间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目前近中心风速为每秒43公尺 而暴风半径也略微扩大到220公里 而预计它未来会逐渐的朝向台湾接近 因此在这一报海上警戒的区域 持续包括了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北部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北部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除了包括东半部中部以北地区之外 因为暴风圈会先接触到南部的山区 所以高雄地区这一报也纳入了陆上警戒的范围 而我们预估台风接下来将会由比较北北西的方向 逐渐往西北转向移动 离台湾越来越接近 并且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 中心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 因此周三周四将是它对我们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而台风通过台湾之后 也将逐渐往马祖的方向前进 因此后续要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 也要在周五之前要严防凯米台风所带来的强风以及强降雨 而台风的外围环流在今天已经逐渐影响到我们了 可以看到迎风面地区 包括宜兰花莲地区跟大台北 在今天其实开始已经出现间歇性的雨势 而南部地区则是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而预计到了今天的晚间之后 午后雷震雨减弱了 但是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雨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 晚上的降雨都还会越来越明显 而其他各地也可能开始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震雨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 全台各地都将会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尤其是在离台风中心比较近 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可以看到降雨在明天白天就会变得相当的明显 而此外因为台风的环流还蛮广的 所以虽然它的中心是在我们的东方海面上 但是整个逆时针环流也会让一些雨势跟水气带到我们的西半部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甚至南部的山区 其实明天的下半天开始雨势也会开始明显的增加 而预计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整体降雨最多的时间也就会出现在明天的下半天 一直到后天25号的这段时间 全台各地都会有显著的降雨出现 尤其在西半部雨量会非常的多 在山区可能出现超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超大豪雨的话是24小时累积雨量会达到500毫米以上 这已经是气象署所定的降雨等级里最高的等级的降雨 那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 在台风影响的这4天期间 我们目前预估的累积总雨量 在南投、嘉义、高雄以及屏东的山区 有可能会来到1300到1800毫米 这是非常大的累积雨量 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而此外在其他的苗栗以南的山区 以及宜兰台东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可能来到800到1200毫米左右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凯米台风它会带来的雨势 是相当的明显的 一定要做好防汛的一些准备 而除了降雨之外 我们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台风接近的过程中 也会让台湾附近的风跟浪明显的增强 在预计海浪的部分 可能到明天在东半部 以及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浪高 会达到5米左右 而在风力的部分 今天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震风出现了 而预计到了明天 随着台风更为接近 在蓝与绿岛 可能出现11到12级的强震风 而台湾其他各地区 以及马祖跟澎湖 也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震风 因此台米台风 现在开始逐渐接近我们 气象鼠要非常谨慎地提醒大家 台米台风它的影响真的会非常明显 可能是近几年来对我们冲击 大家会相当有感的一颗台风 请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并且严加戒备提高警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